零骨大白为董事齐穴的万能针灸穴族 也就是说在针灸里 这一组穴使用极其的频繁 功效极其的强大 来我们先找这个穴位 先说零骨穴 零骨穴在你的股指和食指 甚至它俩的长骨往上推 推到这块是不是成了那交接缝的 然后我们零骨穴下针的时候 要求必须力掌握拳取穴 力掌握拳 然后顺着推到两个的交接缝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直四贴骨近针 这个是零骨穴 然后我们再看大白穴 大白穴这是你的食指 这个是不是长骨小头 顺着你的长骨小头 来你自己往后推 往手掌方向推 一推没发现这是一个 有一个弯 然后这里有个穴 推到没有 这个位置就是大白穴 同样零骨大白 这两针下针的时候 要求必须力掌握拳取穴 然后进针的时候 贴骨进针 这两针如果想要效果不好 必须要伸针 我个人习惯 你不要看书上说进针多少 你记得就是我给你讲的穴位里 很多都比书上的进针要深 为什么 因为书是什么 书是给所有人看的 它必须得保证你扎针 即使你是小白穴 看完了你在一个安全范围内 对不对 那我给的进针深度 是临床的进针深度 就是你扎上 我是为了要保证 要临床效果给你的深度 那这两个穴位呢 一般的啊 这个针感会特别特别的强 如果你是这个身体特别虚弱的 你像这种人啊 你最好不要让他扎着扎 坐着也行 躺着扎也行 那我个人扎针的时候 铃骨我一般会用五铃的针 然后大白用四铃的针 全部深针 紧紧的贴骨 针感特别的强烈 取血方法 立掌握拳取血 然后必须贴骨深针 那我们来看 你看铃骨的组质啊 首先铃骨背来叫铃骨 紧紧的贴着骨头下针 因为它的功效极其的强大 所以被称为铃骨穴 那我说了 铃骨大白为总是齐穴的万能针灸穴族 就是因为它的功效极其的强大 那为什么说它功效极其的强大 你看这两个这个位置啊 我们扎针的时候 是不是要求你力量握拳取血 对不对 你看我下针的地方 是不是正好在第二掌骨 我昨天讲了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第二掌骨全新理论 对吧 那如果我要是这样在这儿 相当于大白在上胶 铃骨在下胶 含着中胶 是不是它俩 竞针的点就可以调三胶 那我下针的时候 我要求你两针必须要伸针 两针按照我的竞针指册 是不是都抓到这儿 那在这儿 下几是不是根据全新对应 这个竖着又调了三胶 所以呢 铃骨大白是吧 无论横向还是纵向 全部都涵盖三胶 所以说它就是功效极其强大的一组却位 那我们看 铃骨穴 你看组织肺低能不够引起的 坐骨神经痛 还有腰部 还有这个脚能 半面神经麻痹 半身肚水骨骼胀大 处理经脉不疗 臂经难产 肺疼耳鸣 耳濃 偏疼疼痛经 还有肠痛 还有头昏脑 你看看看 范围是不是极其的强大 还有一部分没写出来的 然后大白蟹的组织小儿气感 发高烧特效 还有肺肌能不够引起的 坐骨神经痛 同时大白蟹 在大白蟹找青筋 点刺放血 可以针对小儿高烧 可以快速退烧 来写上下一点 来第二点 我说了大的穴位 我们重点要记什么 记它的功效 对吧 来写上第二点 灵谷大白的主要功效 为温阳补气 那你看我们现代人的体质 是不是阳虚气虚的人是最多的 所以灵谷大白在你未来的临床中 它使用频率会特别特别的高 但是这两针必须要抓住 特别强的增感 效果才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功效温阳补气 第二点 灵谷大白为治疗 坐骨神经痛和半身不随的主血